之前我介紹了一本書叫做《槍炮細菌與港鐵》 有一段講講國家的誕生 其中一句講得很好 由以前那些國家比較粗暴 不是近代的 可能是一些掠奪型的君主 那就欺壓一些平民百姓 但是進步之後 他說進步是豁著的 進步是大家都認同的 但也是一個掠奪式的民主國家 舉例是全部都是 不單止一樣 我突然看進步是否一件好事 對於人來說 剛才我們又看在《刺冊樂壇》 可能對於我們的老派 其實進步 我們真的要遷就 我們要習慣進步 嚴格來說 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進步也不是一件好事 可能對於音樂的質素 我們現在的角度去看 音樂的質素 但是科技進步又方便了很多 又真的好很多 所以有一句說話叫做與時並進 就是他這樣說 但是就是看一看 因為他這本說得比較 矜持一點 但是他有另一本 都是講人類的歷史發展 叫做新書 以色列作家寫的《人類大歷史》 我本來想推薦 但我還沒看完 我看了一半 他簡直說到人類因為農業的發展 所以令到 為何人要營營營營營 就是因為農業的發展 就是由農業開始 就是人不開始 你餐餐餐吃餐餐清 所以你就要營營營營營營 他簡直說到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進步在一個人的社會裏 是不是屬於一定是好的 因為進步是一個很正面的詞語 你不會進步想到一些負面的東西 通常都是正面的 但是他們這樣說 我又再看叱測他們的表現 去到剛才我們所說的 可能科技的進步 帶動到他們的輕鬆很多 去達成他們自己的要求 或者觀眾的要求 其實對觀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但是對於唱歌 可能唱歌來說 又是不是一件好事 沒有標準 反而這件事 我覺得是建基於什麼 就是你有沒有需要每一次都要拿陳柏宇 去跟張學友比 你沒有這個比較 陳柏宇不需要比較 如果是當晚沒有比較也更差 所以我不是說 你只是拿歌晚 因為我們說那晚 是因為我們之後的延伸討論 是他們進步的 是有科技協助 我不是說說歌晚 我只是說 譬如你一討論到陳柏宇的歌喉的時候 你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拿 用那晚來說 不是 一來 二來就是 你是不是每次都需要 拿張學友來跟他比 拿劉德華來跟他比 拿張國榮來跟他比 我們也沒有這麼說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 進步是不是一定是好呢 這個可以大家的導致 進步是不是一定好 就是看你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拿以前來做一個比較 如果你沒有以前的比較 其實沒有說進不進步 連進步都沒有 但是你會看到那件事 是否某程度上會幫到你 他是幫到歌手的 他幫到歌手的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看到的進步 是科技取代了專業 這個才是最 大家都有拍照的時候 你就去拍照 你會覺得你那個拍照 搞到我拿著單板好像很狠狠 除非你真的要做事 還有一張攝影師 其實很多攝影師 可能現在都不太使用 很專業的相機都可以做 你看到一些片 他都教你怎樣用iPhone拍照 專業的相機 所以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可能唱歌唱得好聽的 不用靠科技 可能就是自己去娛樂自己 我們畫畫的可能只是娛樂自己 你出去做事的時候 很難再用我們老一輩的手法去做 這個是時代問題 譬如說回樂壇 譬如說現在《語仔》那首歌 正式開始 你叫中學友唱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啊 你是這個時代的人唱這首歌 你才符合現在這個世代 以前張學友唱歌很好聽 歌神 沒有人否認他這件事 但是就是上一代的歌神 對的 放在這一代裡 你不能將阿語仔和張學友比 難道誰唱得好些誰比 都對的 我覺得是時代問題 尤其是你現在時代 即是你可能在Facebook看到很多漫畫家 Cusson那些 那些漫畫出得很快 你看李香琴早上早死 他隔了兩小時 已經挖出了李香琴的樣子出來 如果你比起十幾二十年前的漫畫家 其實他做不到這件事 你黃玉羅畫得厲害 也要下個星期試看 即是你做不到這件事 你如果要做到這件事 一定是靠科技幫助 還有黃玉羅說也不厲害 是對的 即是你一個時代 你說是小流氓 你一個時代 即是你沒有科技 你做不到Cusson這件事 你說Cusson是否不好 我又覺得不是不好 他很快 觸覺很好 他很有新聞觸覺 和時代的觸覺 所以我想以前的漫畫家 就做不到這件事 他做到 但是平台就局限了 我只能下個星期再見 但是下個星期 就算你有時代觸覺 新聞觸覺 都歐了 所以漫畫家 你只能 對不起 但以前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不覺得歐 現在過了幾個小時 就覺得你歐了 你再說 因為給我印象之中 漫畫家 是浸淫在自己的領域 都對的 我再拿出來 我就是影響這一代人 對著Cusson那些 他很有時代的觸覺 他跟這個時代跟得很甜 影響了這個宗爺 這個宗爺 但如果你的方向上 變成沒有風格 他有自己畫畫的風格 他有自己畫風 但你說他的創作方向 變成沒有了 所以被這個時代帶走 所以這件事 金小文很有自己的風格 除了畫風 其實他的故事也有自己的風格 但他現在在Facebook畫的東西 其實是不好看的 因為他想著 捉一些時事 捉一些笑話 他就捉不到那個感覺 就不是他強項 他上一代人 跟不上前流走 你畫畫至高無敵 其實他還可以 為何好笑 這就是他的風格 但如果他要強行轉型 像Cusson那樣 那就不是他的強項 我覺得現在 所以又是時代問題 時代就做了不同的事情 可能在近二十年後 看著後 姜濤是天王巨星 就等著現在張學有的地方 可能 不知道 可能我們前晚看的刺測 姜濤的表演成為經典 成為經典 過了幾年之後姜濤死了 因為你會想到之後那個娛樂圈 或者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漫畫文化 都是朝著一些可能是七神那些類型去發展 就會再少一些好像可能連莫文慧這些都已經再少一些了 可能是姜濤那些類型發展 其實對於我們年紀大一點來說 難接受大一點也要接受 我已經接受了 其實是的 一點點 你始終都會經歷一些轉化 譬如你問我早兩年 你跟我說少女時代 你告訴我少女時代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你跟我說那些韓國的男明星 你說一大堆名字給我 我是沒有一個記得到的 我唯一記得到就是我的夜盲女友那兩個 車太元和全知賢 你寄來寄去的那兩個 你要我多放孫藝珍 孫藝珍 當然還有巨宇的 宋慧喬 還有巨宇宋慧喬 還有巨宇宋慧喬 這些很例外 但是說真的你要多說一個 我以前說不出 早兩年 但是你慢慢慢慢 還要審銀河 審銀河 還要遠一點 審銀河 8月照相館那些 不是 朴智隱那些是二十年前的事 是的 你說的 我只是除了現在 其實我連驅魔面館 我有看 但其實我也不認得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現在也說不出 那你慢慢慢慢 你會不會開始看一看 哦 哦 周梓瑜 你就會開始看那個 我背景 你聽得多 你也會看 是的 跳舞真的挺厲害 你慢慢慢慢 你就去嘗試一下接觸 我覺得人生你最慘的 就像我們剛才說 你與時並進 是啊 你做不到 也有很多條件 我都說你不能夠與時並進 他有權是說我真的不喜歡 鬼不買 OK的 OK的 但你就不要拿回來給 我覺得最可逼的是 你連試也不肯去試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先嘗試接觸 你看我接觸魚仔接觸Bobby 很開心 是啊 我早兩年 不要先關閘 你關閘就什麼都不用說了 就是之前我嘗試接觸少女時代 又真的挺好看 嘩多厲害我接觸韓劇 你看看范劇 嘩多厲害有他的優點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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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覺得不順眼 不順眼 這個就是時代 你與時不倒並進 你就走開 我看過一個 變了廢路 真的走開 我忘了誰說 有一個說法也是 就是跟當年你老爸說 都不知道陳奕訊唱什麼 他聽過譚詠麟 他爸爸 我爸爸我小時候他喜歡譚詠麟 以前我小時候 他只看著電視機 陳奕訊也不知道他唱什麼 其實一樣的 那個年代交代 這個評論也挺荒謬 不是 我明白 我明白 就像是你老爸 在我心目中 譚詠麟是不會唱歌的 你先黏眼 我不是跟你在討論這件事 他當年真是很瘋狂的 很瘋狂 很多人喜歡他 一樣的 他們喜歡譚詠麟 好像你老爸那輩的人 他喜歡譚詠麟 他當年也覺得 陳奕訊行什麼覆魔天輪 一萬瘋狂到死 你可不可以 一樣的 都是的 你要接受時代 接受時代的洗禮 不要學爸爸 真的不要 如果我們都不再去 接受新事物 我們跟廢佬真的沒有分別 不要吵廢佬 我們目標就是不要吵廢佬 你像廢佬已經很嚴重 而且你真的變成跟年輕人奪切 很可憐 跟年輕人奪切 幸好你經常性接觸年輕人 對 要多些跟他們聊聊 我怕他們嫌我們廢佬 背後正在說 每天都在罵 可能怎樣 廢佬 過個星期上來做圈巴 阻擋著做的 當作是什麼 記錄嗎 好了 上個星期 我先說這件 這個快點 因為我們有片 你有片 說先 去片 然後到我 去片 這個就是上個星期 晚上我們做完節目之後 我和Samma 真的去 去探險 去探險 去探赤立國的新的團 團赤隧道 團赤隧道 回想一下 我們去探險 很聰明 這段影片 都看到其實是這樣的 這裡還沒住 你之後我已經看完 其實你後面是看到的 後面是明顯的 這個就是我們特地去 我們在赤隧道入口 往屯門方向 直到現在的位置 大家看到其實是很直的 OK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看到 因為阿John拍著 我開車了 你看到那段影片 可以上下搖動 很遮探是不是 就證明了那條路是很遮探的 其實是上下有些不平的 上下不平 是很遮探的 現在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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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隧道是新的 全港最新的 沒有東西可以新的 但是這條隧道平坦的程度 比起我們走這條隧道之前的 南灣隧道三個幹線是差很多的 南灣隧道雖然使用率不是十分高 但是現在依然是很平坦的 你走的時候你是很安靜的 就證明到它是鋪得很平的一條路 這條隧道也不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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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大佬山還長 四分多鐘 走八十 走四分多鐘 但你看到這段影片 由一入隧道的 頭一面開始到出隧道 其實這條路不斷在跳 還沒想平過 那你就不會睡覺 還怕你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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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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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覺 神經病 你睡覺 你睡覺了 要睡覺就睡覺 還睡覺 還睡覺 睡覺 所以我一進去的頭幾秒 我已經在睡覺 怎麼睡覺 這麼睡覺 新起的 然後雙八線 就滑到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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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忍直的 其實這裡已經看到很嚴重 上下的起伏 是的 不要說這條起得漂亮與不漂亮 材料用得好 用得好也不說這件事 我看這條片 其實我想大家都不覺得這條是新起的隧道 嗯 旗差起得 是 好像用了十年 是 是 新起的 剛剛我們走過那天應該通車第三天 是嗎 是第二天 通車第二天 是星期日通車的 是星期日通車的 是星期日通車 是星期日通車 他就弄了個避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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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扭軚 如果不扭軚 直去的話 你會先摘著 那個彎位其實是毫無必要的 你想不到什麼原因 你就算削搏牆壁也要給我直直 好了 京異就出了這個隧道 全程四分多鐘 大概預計5公里左右 我相信他剛才說這個 我們那天說我們撿回一條命 去到30號 30號即是星期幾 30號即是上星期三 我們星期一走完 星期三就有這樣的新聞 不知道見還是留 見的 我還估計應該是這個渠蓋 因為他說是近出口的 就是這個渠蓋 突然之間彈開了 不用醃柳在裡面出來 哈哈哈哈 那個狀態 這張是比較清楚 這個就是剛剛出現的兩線轉三線的位置 前一點點的蓋子 發現還彈開了 有一部車鏡的影片看到他 幸好他也發現到 扭過了他的 看見前面扭過了 他還立刻亮著死火燈 提醒後面的車 這個洞真是可大可小 死人的 還有 我很奇怪 這個洞 你問我這個洞 如果要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設計師會幫我拿去打把 是 你有什麼理由不開在避車處 這個洞 反正都是附近 為什麼你會開在路中間 明明旁邊有個避車處 為什麼你不在那裡 這個設計是瘋狂的 難道是為了這些洞 那就可以引證到剛才Sammer的問題 究竟是因為弄了才弄避車處 還是弄了避車處才弄 如果以這個開了這裏 一定是弄了才弄避車處 是 我們有結論了 是有結論了 不負責任的結論 是 我都跟我朋友討論過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避車處 就是因為弄了 為什麼會弄呢 就是不找國耳 或者計算不準確 他應該是一路 我當作像是蓄屋一樣 逐層人蓄上去 他就逐段逐段加進去 是 一加一加一加 好像有一點 另外我還有一個看法是什麼 我們先去這段影片 我們先去後面 很快 就是這裏 被車處 就是這裏 是這裏 為什麼這裏是避車處 黑境就是在這裏 補充你 補充你 即是拍照片 是的 或許他可能會放在這裏 他突然捉人 超速 他就放黑境在這裏 補充你 你前面一定不會覺得 看不到 看不到 以你這個說法 應該是為了起避車處才弄了 但是 但是 張錯就錯 但是這個避車處 挺危險的 因為你看不到避車處 你有車出其實是危險的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因為你看不到車進來 其實在避車處裏面的車 看出去都未必可以看得完 圖路 假設 假設 如果你在正常隧道的管理範圍之內 你朋友有交通意外也好 或者你有壞車也好 你有車要去避車處也好 其實會有職員來協助你的 到時候就會幫你 協助你出一條線 應該 應該 正常情況 應該 但到今時今日就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可否以為他寫什麼 他寫不准泊車 你可否以為他出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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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以為他出一條線 神經病 都見到黑色幽默 你覺得我會特意在這裏停 你可否以為他出一條線 這個就是這個角地 應該是這個角地 是這個角地 是這個角地 是彈開了 很危險 為何會建在這裏 為何不建在旁邊 旁邊就是一個避車處的線 畫面左邊 神經病 真是恍惚 以前 譬如你也看到 我paste一點 左邊不是有個洞 左邊這裏不是有個洞 畫面右邊 畫面右邊 那裏有個洞 那個就可以被你通過 旁邊 只要你有看過拆彈專家1 他們就靠 他們的中段也曾經靠這個位置逃亡 但你問我 不是 這條隧道 另外做一個巧妙的東西 原來在地底下 還有一條通道 其實他是不是就因為 看了拆彈專家1 他應該真的被人 以大家 如果真的被人封了這條隧道 起碼下面可以走 以大家對高鐵的理解 下面那條隧道是用來運兵的 運黑警 不是啊 運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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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經赤立角 多條路 多條路 經港豬奧大橋 多條路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地下的行人道 是用來做什麼 真的被你走 我覺得下面那條路 譬如我們怎樣看 我們怎樣看那個畫面 可能就比較 可能 都比較 詭異 詐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我們先撇除葉樓的問題 他遮掩住 看不到裡面 是啊 如果你告訴我 裡面 旁邊 你沒有一個可以放得到 途中那輛工程車 的一條行車線 這條路真的是 難道有一單車 難道 我唯一 一定要夠車過 唯一去想是 純粹給人 緊急通道 人的緊急通道 都可能會 正常去判斷 如果你只能放得到這輛車 這條路 這條路 奧斯汀巴華 奧斯汀巴華 跳不到頭 跳不到頭 那不是 如果是這樣 那不是 如果是這樣 下面應該有 不會 神經病 他這邊有而已 另外那邊線 也會有 也會有 就是下面的路 應該有這麼寬 可能很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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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手 泥頭車都過得到 是啊 不是 我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開在路中間 呃 按鈕 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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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又是 你看到的 他是有這個 這個是油壓設計 他應該就是 按鈕 按鈕 他就會跌 是不是 不用用手拉 不是 太重 拉不起 我相信肯定 他是按鈕 然後就跌 一定是自動彈起的 是自動彈起的 否則他不會 這個 會突然動在那裡 不會突然有條 兩個正言 一二三請 請起他 不是 你說 會不會大搞笑的 畫面 撤掉了之後 走掉了 因為你問我 我覺得你說 他 什麼 突然打開 路政署回覆立場新聞的查詢 就說 活門的部分組件損毀 令活門突然打開 你問我 損毀 損毀 你有沒有聽過有門 是會突然間損毀 然後鎖會自己鬆了 我還沒聽過 通常都是開不了 對 他可能扣著那個位置 那個損毀 但也不會突然打開 不代意按錯鍵 對 一定是按錯鍵 對 一定是有人按錯鍵 走過 有人走過 不知多手按錯鍵 或者可能 打開了門 打倒了一杯咖啡 他就抹一下抹一下 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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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是這樣 可能就是這樣 在控制室按錯 原來是 控制室按錯 或者那個人打飛機 手太大力 抹到門 在抹一下 怎麼會是組件損毀 一來他新的 雖然你說他新 但損毀其實我又不意外 中國製造的 不會 損毀到他自己打開 是不能離開 我意外是他們老實說損毀 你索性說 真的不小心按到我 反而是 跳起腳一點 因為我剛才說的 現在你看到這個油壓 他不是你家床下的油壓 一定是電動的 這條油壓 不是這條油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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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是電動的 這個油壓 怎麼會自己打開 一定是通了電 他才會打開 糟糕 你說你孫子 即是這樣講大話 一定是倒捨 幸好沒有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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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條隧道繁忙一點 星期日你彈開 真的不知道 炒幾件下去 幸好上次設定都沒事 不是你的車子 多載多辣 他這個人多載多辣 剛才經過船橋 他就打了 整個車子先飛了 煩惱了 但不知道彈得快不快 應該很慢 如果你這麼慢 應該你的車子就慢慢這樣 過了 這樣 弄開它一點點 這樣車子 真的斜到這條路 因為你最怕這些路 如果你這樣打開了 你真的不在意 因為你遠處看 你不會想像到它是什麼 對 一個人不在意 半輛車就在裡面 對 很危險 很危險 一來就不應該在這裏開 這個洞 二來這個 你說鎖選 你不能接受 這件事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 方鈎謀害 現在香港政府有什麼是你接受到的 現在無論是它建造商 去它的設計 出來的效果 到最後管理 都是狗之馬鹿 都是蠟燒 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讚的 寫下 狗之馬鹿這個好 好應用 寫下 先寫下 狗之馬鹿 這個形容詞好 其實這條新的隧道 大家應該會用得開心 為什麼我們第一天 第二天去用 出來的效果就是要吵 一定是我們的問題 又是我們的問題 那不是你的問題 難道是他的問題 真的不知道什麼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太嚴格 是的 我們看 不是 我們錯了錯了 是你們有要求 是我們有要求 我不要求 我其實要求條路比較平 那還有要求 就是有要求 只是要求 彎你走不到嗎 我想是卑微 不是 那你也對 彎你走不到 扭一扭就還了 我不介意這條路彎 我介意這條路不平 那你有避震 誰叫你的避震設到這麼硬 誰叫你買一輛車 我上次駕行政長官專用的車 都不知道多舒服 我睡著了 平到睡著了 他不說我不知道正在走 神經病 Billy有事想分享 我有事想分享 你分享完走過隧道 我也分享有一天 在公園裡的趣事 發生的趣事 很無笑的 都很無笑 見仁見智 趣事應該好笑 趣事 誰說趣事一定好笑 趣 有趣 說個有趣故事給你聽 但不要笑 聽說現在的人在香港生活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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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跟女兒去公園玩 哪個公園就不要說了 去公園玩 我女兒會戴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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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摟 突然間有個管理員 這裏不准踩Rola 那是Rola場嗎 不是 公園 然後我當然跟他理論 因為我之前已經發現一些東西 在公園可以寫嚴禁踩單車 嚴禁踩滑板車 嚴禁放狗 所有東西都嚴禁 唯獨有兩樣東西寫得很曖昧 還有沒有寫 有一樣東西就是滑板 他寫著請收起滑板 享受公園 沒有嚴禁 Rola就簡直沒有說 所有公園都是 我觀察了很久 我回家做八卦 檢查一下 原來踩Rola是當行人的 所以你看到有些馬拉松的規例 是特別著名寫著嚴禁踩滾軸流冰 不嚴禁穿著滾軸流冰鞋 是 因為曾經有一個案例 就是打過官司 就是 就是 踩一百米他做Rola 不是 在公園他踩Rola 就被康民處禁止 但他打過官司 法官就說Rola其實是跟行人無異的 他的判詞我沒有看 我就看到這個法例 這是在香港的 香港滑板也是跟類似的案例 但是他有些位置不同 所以他會寫滑板要收起 Rola鞋其實是跟行人一樣的 然後去到公園 我跟管理員說 管理員不相信 然後很壞不壞的跑步 一個人跑步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對了對了對了 阿Sir 你經過對了 你們最熟悉法律 然後他問阿Sir 為什麼你知道我是阿Sir 你的口罩寫著警察 警察那個 警察那個 警察口罩 然後馬上 撞住 狼狗 然後我說 你的口罩寫著警察 我說你們最懂法律 那個管理員 剛才說完 剛才一大論 那個警察說 其實又好像是 跟我管理員說 管理員就說 警察說就算了 然後警察就跟我說 就是休班應該 他在跑步 你不要踩那麼快 然後我也忍不住 你也不要跑那麼快 是行人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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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跑得快 跑得快 反法 然後他就有點生氣 你這樣 就是說我 你說話是這樣 帶著女兒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蛤 那法例寫著 大哥 你最相信法治 然後他就說 他就沒有出聲 我說 不過這樣 法治也不是很可信 如果國安法真的這麼有用 你就不會拘捕這麼多人 現在 然後他有點生氣 然後我老婆說 走吧 這是我的趣事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看到一個 上網看到一個 滾軸流冰的學校 說滾軸流冰的法例 我才知道 是 大家掌事識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在公園踩 有滾軸流冰 練習滾軸流冰 滾軸流冰 你不要流冰 我真的拿著刀的流冰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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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我都找不到相關的 我如果有連結 我找到連結 我再把連結放上去 再次證明 《黑警察》真好 哈哈 自己明明想著是《警察女》的字 他問我怎麼知道 你怎麼可以知道 我是SIR 它以自己的警員身份很自豪 幽班跑步也要戴著黑警口罩 但他怕被人知道 他在口中立刻 為何你會知道 我說你寫著警察兩個字在那裡 真的在頭上 分享完畢